三番市 年底想换车? 电动车优惠多 年底是一年中购买汽车的最佳时机 很多车行都会有年底的优惠 不过大家又知不知道 购买电动车的优惠也有很多呢? 从几千元的现金反现 至降低模型费用等都有 今年大众Volkswagen旗下子公司 Electric America 和多个非牟尼机构合作 推出一个叫做Electric Car for Everyone的活动 乡市民进一步推广电动车的好处 而三番市安务自在处 也是合作机构之一 航务负责人郭维珊表示 其实现在买电动汽车 是有很多折扣可以申请的 比如是联邦退税 即联邦税务优惠计划 还有就是有一些 结症能源车的回赠计划 和一些煤电公司的折扣计划 是可以申请的 一提到电动车 可能大家会认为价格贵和麻烦 不过其实 现在市面上 电动车的车款非常多 价格对比普通汽油车 也已经非常有竞争力 相对来说电动车的价钱贵一些 但是如果你是合资格 即是你家庭是合资格 申请了那些优惠之后 再申请卖煤电折扣 和你长期保养维修的消费 相对来说都是比汽油车大大减低的 根据联邦政府网站的资料 根据不同的个人收入 一般来说 购买全新的电动车 可以获得2500元 至7500元不等的联邦税务减免 除此之外 购买全新的电动车 还可以向加州政府 申请结症能源车辆计划 可以获得1500元 至2500元不等的现金返还 不止是这样电动车车主 亦可以向煤电公司 申请最高可达500元的优惠 连购买车辆保险也有优惠 甚至连开车出门也更有优势 如果你是购买新的电动车 还是旧的电动车 你都可以申请一个共享车道的贴纸 贴在车道的 如果你是开电动车 而你的电动车上面 有共享车道的贴纸 你一个人都可以用共享车道 你可以省很多时间 还有你可以省到过桀的费用 最后 这个Electric Car for Everyone的活动 希望是可以向低失陪家庭 推广电动车 如果有任何关于电动车的优惠计划 可以联系郭卫山小姐 她会为你详细解答 天下卫视记者 旅言感报道